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兜卡的视频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兜卡知 Express 咱们今天打包一个Node.js的 Web API的应用程序 前几天 我给您讲解了 Express.js的最基础的使用方法 咱们可以快速开发咱们自己的API的应用 那么API应用咱们开发完了 咱们该如何部署呢 咱们该如何使用兜卡技术 咱们能够快速的部署呢 这个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咱们马上开始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使用兜卡技术呢 我给您 这怎么写错了 咱们是将 咱们什么事情讲了 将 咱们使用兜卡技术 将Node加Express.js的应用程序呢 咱们打包发布 该怎么做 有没有什么诺好注意的地方呢 咱们马上开始啊 同时我今天的文档呢 都会放到小马部落 Discord会员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呢 您进我的专区下载今天的文档 好不好 OK 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Node.js官方其实提供了一个 如何打包Dokr镜像的操作的方法 我呢给您访问一下 其实我也是当时看了这个方法之后呢 把它进行一些改良 然后呢做出了今天的程序啊 做出了今天的课件 好 给您详细的写了一些该如何打包Dokr 是吧 我呢就是按照它这个顺序呢 改良一下 然后呢变成咱们今天的课件 咱们看我的课件就够了 好 那咱们回到我的课件该怎么做 首先我还是给您在Amazon EC2上 咱们建一个这个里纳克的实例 好不好 咱们说干就干 马上开始啊 还是选择我的AMI模板 咱们快速建立一个啊 为什么这个每次我都给您演示 是因为我真的马上准备 要给您开Amazon课程了 不过我不知道开AW课程 看的朋友多不多 这个还真不知道 过两天准备做几期试试看 配置安全组 这个没说的 一步都 这个今后我的课程中会给您讲 我每一步都是在干什么 今天咱们就一点儿过 马上做出来 建一个这个密钥 建密钥原因是因为 Amazon的实例 它不推荐咱们使用这个 用的password的登录 他们建议咱们使用这个密钥登录啊 这个算是fallexpress.js 好吧 这是咱们建这么个实例 OK IP已经出来 大家请看 就是下面的地方 是吧 有个IP 咱们拷贝 这还能拽了 拷贝一下 拷贝完之后 我在后台 咱们开一个终端 然后直接连接它 连接不上 说明这个虚拟机还没有起来 咱们再看看 正常运行 起来了是吧 咱们再试试 go 连接上一个yes 进入 然后清一下屏幕 然后看一下Docker在不在 在呢 没问题是吧 再清一下屏幕 然后看一下咱们npm 看一下node.js 在不在 好不好 也在npm 大家都在 是吧 好 这就好办了 这咱们就能干今天的事了 然后咱们LS 看一下当前不如下 什么都没有嘛 对吧 OK 那咱们开始做 做今天这个魔术 怎么做 首先咱们还是像 上期我给您讲 express的时候 咱们先建一个web工程 好不好 咱们就原封不动的做 进来之后 然后咱们先初始化 一个node.js的工程 这没说的 对吧 初始化完成之后 大家请看 本地安装express包 我清一下屏 笑容 可能下面的 您可能看不到 是吧 咱们清屏 咱们在画面的最上方运行 清屏 安装express 这个安装过程 应该会比较快 然后呢 哇 这个删掉 这是当时做那个课件式的 提示信息 咱们删掉 咱们今天要这个课件 好 安装完之后 咱们直接编写 咱们的应用 什么应用 建一个app.js 好不好 在里面 下面这些个代码内容 我是把上期 我给您讲解 express.js 的课件的一部分 摘抄过来 做成今天咱们的测试的 用程序 api 好不好 拷贝过来 大家请看 基本的也都在 好 就这么多了 拷到这 拷到咱们的app 终于存盘退出 然后按理说 咱们可以运行 加node app 一回车 就能够运行 但是大家注意看 我本地绑的端口是3000 是什么问题 是什么咱们现在 并无法通过 我的浏览器 这个IP访问到 为什么 因为我本地 加了一个防火墙 3000端口 是不让通过的 对吧 那么这个 关于咱们如何 在这个EC2里面 加防火墙 这个我当时 到时候给您做 AW课当时 都会给您讲到 咱们如何建VPC 如何建子网 如何建EC2 然后如何加 防火墙的安全组 如何加ASL 到时候 我和一套课程 都给您讲明白 今天咱们这地方 咱们略过 OK 咱们停掉 因为外部访问不到 外部只能访问到80和22 好 清下评 好 咱们应用程序开玩了 那么咱们该做Doka部署 怎么做 咱们往下看 首先咱们在本地 建一个Doka文件 好不好 今天我可是要给您打包 前几天 我瞧错了 前几天都是给您 用Doka Compose演示 咱们就不打包 直接用Doka Hub上面的镜像 今天可不行了 因为咱们有 咱们原代码了 咱们需要打包 咱们打包 大家请看 我从DokaHub上面 取到了Doka1220.1 L-PAN 这件是最新版 应该是现在的最新版 然后我在咱们Doka里面 建一个工作文件夹 user.src.app 好不好 然后我把咱们本地 所有的package命令 考过去 为什么考package 是因为 咱们开发环境 用到哪些个依赖包 那么咱们在生产环境 同样也应该用到 哪些个依赖包 这是没说的 对吧 然后咱们在Doka中 执行NPM install 这也没说的 然后大家请看 这行 这行是把咱们 当前目录下面的 原代码拷贝过去 然后咱们Doka容器 暴露3000端口 再然后 咱们Doka容器 启动时 它会自动执行 NodeAPP.js 这APP.js是什么 就是刚才咱们 这些个原代码 对吧 这些代码都叫APP.js 好不好 OK DokaFile的内容 都给您讲解完成 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去打包运行 咱们打包 大家请看 用这个命令进行打包 试一试 用这个打包 打包 我在本地起个标签 叫做什么 叫做 comma video my vibe 这个您可以随便起 然后最新版 对吧 然后打包当前目录下 这个点千万不能忘 OK 马上开始 好 稍等 齐猛了 这个DokaFile 咱还没考过去 齐猛了 好 快点 因为我这一课程 咱不能拖着时间太长 拖二三十分钟 是您也困 是我也困 好 存盘退出 LS 大家都在 是吧 清下屏 再看一下 大家都在 没问题 是吧 OK 那咱们开始打包 怎么打包 DokaBuild 刚t 对吧 给您放中间一点 Let's go 它会下载镜像 然后打包 形成咱们的一个镜像 这个镜像 名叫什么 对 口骂 Video MyWeb Latest 对吧 如果没有报错 说明打包成功 大家请看 完全的成功 然后清除屏幕 Doka Image LS 看一下 大家请看 本地我这个可是刚刚打包成功的吧 没问题吧 包的大小大概93兆币 是吧 OK 那么咱们就可以启动它 咱们的原代码 咱们安装的依赖库 包括咱们设置好的各种信息 都在这个镜像里面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启动这个镜像 好不好 咱们启动 大家往下看 通过这个命令 DokaRun 杠内姆 起个名字 叫MyWeb 行吗 然后杠屁 做端口映射 把内部3000端口映射到外部 然后做精灵县程启动 同时 当操作系统重新启动的时候 咱们Doka容器也会重新再启动 然后 针对于哪个镜像 针对于我刚刚打包好的 这个镜像名 把名字都敲上 好 那咱们直接 Ctrl C 然后先别运行 先清评 NMAP 干什么 扫描一下本地端口 大家请看 本地端口只有22 25和111 为什么有25 它为什么要做一个发邮件的服务 这以后我跟您说 它是有道理的 好 咱们直接注意运行 希望不要报错 然后Doka PS看一下 在这呢 没问题 对吧 大家请看 本地80端口已经映射成功 这样的话 咱们就能够访问到 咱们刚刚编写的 这个Express服务了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比如说咱们访问一下 跟 行不行 咱们试一下 我复制一下这个公有IP地址 然后拷贝过来 它应该就是它 够 大家请看 还露出来了吧 没问题 然后 我想想 我还 我还能什么服务了 看这个 Blog 这个是重新回到首页 敲个Blog 对吧 重新回到首页 然后敲别的 都是没有找到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再敲JSON 返回一段JSON过来 试一试 说明咱们部署 API是成功部署 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敲SedMap 返回301的重镜项 包括HTTP Code都给咱们提供 然后再访问Adult 这个是成人网站不让看 对吧 返回404 很生硬的404 大家注意看 有多生硬 生不生硬 对吧 咱们没有UIL是什么错误 是这个错误 对吧 这是Express给咱的 可是Adult 这个是真生硬 这是流氧器给咱的 OK 再接下来 还有一个系统Azure 对吧 咱们系统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是我当时做Express课件的时候 没有加的一项 就是什么 抛例外 对吧 咱们看看 怎么抛例外 大家请看 连抛例外都是Express给咱的 可是404 就是流氧器给咱的 OK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咱们已经成功的 打包了一个应用 并且成功的把它运行起来 您说不是吗 上总 您说不是吗 对 这就是咱们如何开发一个 NodeJS的webAPP 如何把它打包 并且如何发布的全过程 希望您能够理解 OK 以上 就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今天的代码 都会放到 小马Discord部落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 您进我的小马部落 下载今天的本档 好不好 OK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